嗨大家好 這裡是TechTeller科技說 你的科技變遷 我是主編Henry 那今天我們來聊聊什麼是氮化家 氮化家從2019年年初 開始出現在大眾的眼簾 2020年初小米10系列手機發布會時 小米CEO雷軍將自家氮化家充電器 拿在手上曝光之後 氮化家市場正式大爆發 多家手機大廠都將氮化家晶片 加入自家的充電產品 根據市調機構的預測 氮化家在未來的市場 都會逐漸成為主流材料 全球許多半導體大廠都加入佔局 舉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台灣的台積電 在年初時台積電宣布 與EFA半導體合作開發氮化家 為的就是搶盡這塊超級藍牌 假如蘋果也在自家充電器使用氮化家 更會大幅加快氮化家的市佔率 今天就跟大家來介紹氮化家 半導體材料從第一代的系 第二代的生化家 到目前已到氮化家 即碳化系為主的第三代 第三代半導體材料 被稱為寬能系半導體 相對於以往的材料 有著更寬的代系 代系越寬 越能耐高溫 高壓 高頻 高電流 能源轉換效率也較好 因此氮化家集合了散熱家 體積小 能源耗損少 功率高 四種優良特性 自1993年起 氮化家大量使用在科技產業 日亞化學工業的中村修爾 成功透過氮化家製作出藍色LED 終於湊齊LED光三元色的最後一色 所以其實氮化家開始廣和科技業使用 並非在電力或是通訊設備 通訊進入5G時代後 科技發展的圖線走向高頻 細與生化家開始無法附和 通訊設備的高漲頻率 這也正好符合了氮化家 高工作頻率的特性 高頻狀態下除了保持優異效能外 也能維持穩定度 而且氮化家的射頻元件 有著高功率密度的特性 在相同功率下 可以比傳統材料更精巧的體積 非常適合需要高密度設置的5G基地台 氮化家的體積與高功率的優勢 也非常適合使用在充電器 尤其現在大家手邊的器材也越來越多 手機、平板、筆電、遊戲機等 隨著效能增強 對電力的要求也越來越高 除了充電速度要快 瓦數要夠高 還希望能兼顧攜帶性 這些需求都像是為了 氮化家量身打造的5台設定 以往出門要帶很大或很多顆充電器 但現在用上氮化家元件後 充電器得以在體積小 方便攜帶的條件下 獲得高瓦數的輸出 除了手機 更是能輕鬆為16寸的MacBook Pro 以及電競筆電這種高效能筆電 提供充足電力 其實氮化家的發展已經一段時間了 但早期因為製作難度及成本的關係 所以通常只會用在軍事或是衛星設備上 儘管氮化家市場已開 不過氮化家是需要人工合成的材料 在製作難度上也較傳統的矽膏非常多 因此價格仍會比普通矽元件充電器高 另外提一點 雖然氮化家是半導體材料 但只用於光電、通訊射頻及電源功率元件 所以手機及電腦的處理器及顯示卡 這些產品並不會使用氮化家作為材料 而是繼續使用傳統的系 那我們來總結一下氮化家的重點吧 氮化家的崛起 什麼是氮化家? 氮化家與5G的關係 氮化家充電器的優勢 價格高的原因 應用有限制 氮化家已成趨勢 除了追求新科技 想要更實用充電器的你 也要親自體驗氮化家這個新世代半導體材料 為生活帶來的好處喔 好 那今天介紹氮化家主題就到這裡結束了 那不要忘了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收看更多科技說的影片 我是Tekker的科技說Henry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